冰城南岛田海计划环境评估报告过关 州政府预计今年第三季度开展工程 然而冰城消费人协会还是恳求首相 南都西里安华借助喊庭计划 因为这会破坏海洋生态 粮食安全 气候和人口 而且有备于昌明大马正式框架 CAP appeals to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Unity Government not to support the PSR project and supply funds and guarantees the estimated 16 billion ringgit reclamation cost can be better used to improve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poor and marginalised provide better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and improve traffic mobility 冰城消费人协会主席墨西丁金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冰城南岛计划会影响超过三千名渔民的生计 也会给大自然造成不可复原的破坏程度 每一年还会产生320万吨碳排放 违反我国签署的巴黎协议 另边乡 冰城渔民协会反对环评报告过关 正在和律师准备上诉文件 以提交给环境局上诉委员会 他们也表明明天会到在巴东普马拉工地大学 举办的开斋节门户开放活动 将反对新函交给出席活动的首相安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